10月19日,山东青岛 有网友发视频称,青岛啤酒三场一名工人在原料仓小便 现场视频显示,一名男子爬进一处存放原料的仓库内四处张望后站在原料上开始小便 视频发布者配文称,看看你们以后还敢不敢喝 针对这一事件,青岛啤酒发布情况说明,称公司高度重视 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报警,公安机关已介入调查 目前,该批麦芽已经全部封策 我公司继续加大管理力度,确保产品质量,欢迎广大消费者监督 平都市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 此事目前还在调查中,当地已经成立了多个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